涡扇15友好大,令人高兴不起来 权威专家宋星之公开了核心数据 以达中国人心里比较理想的水平 敬请关注 近期,歼20B量产的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 该机配备适量发动机后获得了超机动能力 但是仍然未能换装涡扇15 消息来源称,涡扇15试验比较顺利 预计在2023年开始小批量装备到歼20 到时候才是完整状态 涡扇15与F119是同级别的小韩道比涡扇发动机 但是很多人一直认为涡扇15在关键性能上比不过美国发动机 因为油耗太大,令人高兴不起来 歼20换装涡扇15同样会面临着短腿的问题 近日,中国航空装备权威专家宋星之老师发布的视频节目 公开了涡扇15的核心数据 提到了最为关键的两个指标 推重比和耗油量 证明涡扇15的性能已经达到了中国人心里比较理想的水平 宋星之表示 判断发动机是否先进的一个核心指标是推重比 美国最好的F119和F135发动机推重比在11左右 而中国的涡扇15发动机已经达到了10.9这个水平 考虑到涡扇15发动机还处于测试阶段 发动机的性能提升还有一个过程 等G20装机后完全有可能达到或超过美国先进大推 第二个核心指标是耗油率 宋老师指出 涡扇15的加力耗油率为1.98 而F119的加力耗油率是2.4 F119的耗油率要比涡扇15大很多 而不是大一点点 一般的涡扇发动机加力耗油率在2点几就算是很优秀了 相比而言 涡扇15的加力耗油率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 对于涡扇15未开加力的耗油 目前还没有准确数据 但是小含倒比发动机在巡航阶段的推力大 油耗也大的特点是普遍存在的 数据显示 F119的涡轮潜温度为1977K 而涡扇15的涡轮潜温度约为1925K 两者处于同一水平 F119推力的进步是分阶段完成的 一开始只有14.5吨 第二阶段增加到15.6吨 现在到了17.4吨 而涡扇15仍处于测试前期 在第一阶段的推力就达到了16.2吨 超过了F119第二批次的水平 现在测试的是第四批次 已经达到了18吨级 等装备歼20时可能会达到19吨级 性能超过F119是有可能的 很多人疑问涡扇15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不尽快装到歼20上呢 事实上一款新发动机的研制并没解禁 必须要经过漫长的测试 一定要把稳定性解决在试验阶段 涡扇15是航天工业用来打翻身杖的产品 已经到了试验的最后阶段 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中美发动机 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总之涡扇15真的太强大了 是一款完全满足歼20作战需要的理想发动机 值得国人骄傲 如果说有所遗憾的话 希望涡扇15在未来几年的试验 一切顺利 让我们一起期待歼20配备涡扇15 一飞冲天的一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